我国前非洲友邦布吉纳法索 光天化日下枪声大作 民众紧张的东张西望 不止首都瓦家渡谷 五座军营枪响不断 连布吉纳法索总统官邸附近 也惊传有人开枪 国防部长第一时间跳出来否认发生政变 还强调总统卡波雷没有出事 原来军营士兵集体叛变并不是要夺权 而是抗议政府花太少资源对抗伊斯兰接近组织 首都街头涌入好几百位支持军方的民众 一把火烧了执政党总部 跟汉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惨遭催泪弹词后 世卫怒火压不住 部国政府宣布无限期实施宵禁 学校也停课两天 而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宏都拉斯 则上演国会全武行 议员跳上桌子打架 连防疫隔板也拿来当盾牌 原来宏都拉斯新总统还没上任 党内就闹不合 权议长演变成暴力冲突 国会闹哄哄 不过新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 27日如期举行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暂时不受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